范迪刚电台训 教宗方济各9月18日主持公开接见活动 他继续在要理讲授中谈母亲教会的形象 指出教会懂得忍耐、仁慈和体谅 懂得把我们交托于天主的手中 教宗说 好母亲教会教导自己的子女在生活中走正道 即使他们犯错也陪伴他们 试图修执他们的路 接着祈祷把他们托付于上主的手中 母亲始终在帮助和鼓励自己的子女 即使子女曾经或正在犯错 也永远不关闭家门 母亲不做出判断 只提供天主的宽恕 提供她的爱 邀请那些坠入深渊的子女重返正道 因为母亲不怕进入子女的黑夜 为子女带去希望 教宗也勉励信徒阅读天主实戒 从积极的角度思考天主实戒 因为她攸关我们对天主 对自己和对他人的言行态度 教宗最后说 你们要借着祈祷 为子女交响天主的心门 教会也会这么做 教宗最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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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宗最后